很多人被失眠困扰着,精神不振,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,明明睡够了八小时,可还是很累,没有精神,工作起来很多事总是忘记,这肯定跟他们生活习惯脱不了关系。 比如经常熬夜,酗酒,多想,晚上吃宵夜,午休时间长,精神压力大多会导致失眠,那我们如果有失眠的症状,应该怎么样去做? 一,保持乐观,知足常乐的良好心态,对社会竞争,个人得失等有充分的认识,避免因挫折止心理失衡。 二,建立有规律的一日生活制度,保持人的正常睡省节律,创造有利于入睡的条件反射机制,如睡前半小时洗热水澡,泡脚,喝杯牛奶等。 只要长期坚持,就会建立吸入睡条件反射。 三,白天时度的体育锻炼,有助于晚上的入睡,乘凉好的睡眠卫生习惯,如保持卧床清洁,安静,远离噪音,避开光线刺激等。 避免睡觉前喝茶四,自我调节,自我暗示,可做一些放松的活动,也可反复计数等,有时稍一放松,反而能加快入睡午,限制白天睡眠时间。 除老年人白天可适当午睡或打盹片刻外,应避免午睡或打盹,否则会减少晚上的睡意及睡眠时间。 另外,睡觉枕后高度为10到15里面为最佳,睡前出现失眠时不必太过于担心,越是紧张越是难以入睡,越是强行睡觉,越是会适得其反,此时可以放点安静的音乐,或做些放松动作再去睡觉。 千万不要认为,失眠会是大脑得不到休息,会短瘦,会生病,这类担心会使你过分的焦虑,对睡眠本身和自身的健康造成更大的伤害。 那么,有哪些食物,可以有效缓解这种症状呢?下面我们一起来进行了解吧。 蜂蜜 失眠了首先要注意饮食的调理,多吃蜂蜜,又补中养皮,除心烦作用。 每晚用蜂蜜50克冲开水饮用,有沥眠作用。 大枣 大枣是一种很好的催眠作用,因为大枣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,维生素C、钙、磷、铁等营养成分,有补皮胺神、处理烦闷,不睡的作用。 每晚取大枣20-30枚,临睡前服用。 牛奶 牛奶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,也具有一定的催眠作用。 因为牛奶中含有两种催眠物质,一种是色胺酸,另一种是对生理功能具有调节作用的态类,可以和中枢神经结合,发挥类似鸦片的麻醉,阵痛作用,让人感到全身舒适。 临睡前喝上一杯牛奶,可催人熟睡。 小米,失眠了可多吃小米,因为小米含有色胺酸最丰富,具有镇静、安神、助眠的作用。 此外,小米含有大量淀粉,吃后容易让人产生温饱感,可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,提高进入脑内的色胺酸数量。 以上内容为大家讲解的就是关于可以缓解失眠症状的实物介绍,相信大家看了之后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 很多人对失眠并不重视,实际上偶尔的失眠对人的影响不大,但是一定要警惕长期失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